嗨我是桃子 今天的主题呢 我想建一个许愿墙 我称它为许愿墙啊 我本来的想法呢 是想建一面树枝的墙 然后把上面摆满许愿屏 肯定老漂亮了 但是我忘了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这个阴沙块 在海底是放不了的 只能到一定能够都在放 那就没有办法放一面墙了 我给我们呢放一个天花板吧 所以计划有变 我们打算盖一个小房子了 首先来建一个新的蓝图 许愿墙要改名叫许愿小屋了 这个许愿小屋呢 肯定不是特别大 所以建一个15x15左右的蓝图 先来到水族馆旁边 把蓝图放到这里 就按照这条蓝色的线开始搭建 材料呢 我们就打算选用精致岩石砖了 教你们一个方法 可以获得大量的精致石砖 那就是来到火山 直接开挖 正所周知 这个火山的地板 可是用精致石砖做的 也看它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这里的精致石砖 是多到你无法想象的 我就随便挖了挖 都没有挖的特别仔细 足足十几组的精致石砖呀 更毁况那些半砖什么的我都没挖呢 小梦和阿里两个人去别的火山挖了 这不比我们自己做来的要快吗 有了这么多的精致石砖 就一点也不心头了 墙面用这个 地板用这个 我去 大沙驴 它在咬谁呀 哦 它把阿里咬进水族馆了 这怎么出来呀 哎 又卡出来了 可以 这迷你世界不愧是bug多呀 这都能出来 四面的墙和地板建完了 天花板就用这个水泥块吧 之前做的也不能白做 就用三种渐变色 在上面铺一拍 这个渐变色灵感来源于 美人鱼的头发的颜色 然后这个许愿屋的正面 我们让玻璃填好 差不多了 剩下的工作 那就下期再干吧 拜拜